我是毛毛虫,很高兴又跟大家拍个视频,让我们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是这个电气层应该要如何合作 然后我们上一个作品说的是小区的商铺如何合作 我跟大家提到的几个点就是这个广告牌或者是海报或者是什么EL灯都可以 所以我跟大家说一下,我这边是用EL灯的,我今天也拿了一个过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把电给插上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这种啊,就这种,不要留下电话号码,不要留下你的电话号码 然后就用这种直接装在这个用户的,用户的这个门头 这个墙壁上面,这个具体装栏里,要根据这个老板啊,跟他协商一下 然后我们今天转入正题,说一下这个电气层如何合作 说到这个电气层合作,我说一个,说一个例子,就是我的一个粉丝 我因为之前有其他的作品,说电气层合作 他今天就去跟电气层谈了 首先这点很值得表扬的 因为首先无论有没有效果,人家会去做的 然后他去做的是怎么做的 他是说这个电气层老板每卖出一台电气 给免费清洗一次 他是这样口头给人家承诺的 这样的话我觉得不太好 因为你挺吃亏的,知道吧 挺吃亏的 人家一年卖多少台出去,知道吧 你到时候得给他打工打多少次 当然,我们说一下,我跟大家说一下具体的方法如何去运用 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边的方法 我跟有好几家电气层有合作 首先就是有几个方式 第一个就是你可以选择跟他免费清洗 把这个用户的意识提上来 把电气层老板这边给这个合作 合作过来 所以你可以给他免费清洗 但是你一定要记得 你要给一个名额性质,知道吧 你可以去做一些这个免费清洗券 比如说某一样家定的 不要说全部的家定都可以免费清洗 人家搞一台游泳机给你 那你就挺累的 所以说你可以选择一样 你上长的电气 对吧 跟他合作 免费清洗 只要你卖出一台家定 无论你卖出任何一台家定 你都可以让用户享受这一样 家定的免费清洗 对吧 这样的话你洗起来也轻松的 但是你可以 为什么叫你印一些这个免费券 因为免费券它是有数量的 对吧 无论你给多少给他 这是由你决定的 但他还是有一个数量在那里 如果说你口头答应他的 那你什么时候 你跟他 你以后跟他说 要钱了或者是怎么样 你也不好意思说 知道吧 懂我意思吧 所以说可以一开始可以用这个方法 可以用这个免费券 进行突破 突破以后 人家的免费券用完了 你跟老板联系 这时候你跟他的合作 已经是到第二个阶段了 你们已经 有这种熟悉的程度了 你可以跟他提供一些五则券 知道吧 五则券用完了之后 那你可以跟他直接谈合作的 提百分之多少的佣金 介绍一台过来 对吧 这是由你怎么去沟通的 如何提佣金 都有你决定的 这是我的一个思路 但是我跟大家总结一下 总体来说的话 要跟定期层合作 首先要解消他的顾女 还是一样 无论你跟任何这个合作商合作 都需要解除他的顾女 解除他 他心中的一个 避免 对他造成一个损失的顾女 首先你不卖家定 你跟他说清楚 你不维修家定 你跟他说清楚 你们资金没有这些利益冲突的 不会跟他抢放完 然后这个顾女打消了 第二个就是 资云的利用 资云突破 他有他的资云 你要想办法 用他的资云 对吧 给你介绍过去 但是要维护他的用户 比如说我之前的作品有说到 就是人家给你介绍过去的用户 对吧 如果说这个用户家里 需要买什么电器 或者是用户家里的电器 有一点小毛病 刚好在这个老板 他这里买的 那你跟人家说一些好话吧 对吧 你不要说 到时候你还说 人家的电器怎么怎么样不好 这不行 对吧 然后 他家里有需要购买的话 你就直接介绍过去就行了 因为他这个用户 是这个老板介绍过来的 他跟他资金的什么关系 你也不知道 也许人家是很熟悉的 如果说你挖墙角 没挖好的话 到时候合作都没得做 知道吧 你别到时候给挖到另一个地方去 然后这个用户跟老板一说 那你没合作就做废了 没用了 所以说这个顾虑跟他解销 如何解除这个顾虑 肯定就是用你的话术 用你们当地的话术 比较容易沟通的话术 跟他说清楚 对吧 就是维护他的用户 然后帮他免费 进行一个服务 对吧 如果说用户遇到要清洗的 他叫别人清洗 有可能会把他的用户给挖走 这些你都要讲给他听 他才会有意思 他才会感到危机 然后包括这个 其他的合作就是 这个顾虑已经解销了 那你们就要谈一下如何合作了 当然有很多很多方面 可能我一下没想到 因为我是急性人跟大家说的 如果说有不懂的 可以评论区留言问我 然后就直接跟老板说 就用我刚刚的方法去合作也可以 一开始免费送 对吧 如果说你觉得不划算的话 那你就不要免费送 你就直接给他五折券 对吧 反正 但是你要记得 你在跟他合作之前 你要问一下 他们之前有其他的合作 有没有其他的合作 或者是这个老板 他自己做不做清洗行业 如果他自己还做的话 那你就没必要透露 你的商业一个机密的 一个营销机密的 对吧 没必要透露你的营销方式的 如果他自己不做清洗 但是他给 他跟别人有合作 那你可以挖过来 挖墙角 直接用免费清洗的方式 给挖过来 后面的话 就按我刚刚之前说的模式 对吧 如果说这以上两点都没有 那你就可以直接跟他谈了 怎么谈 对吧 这个就由你去跟他沟通 到底是五折 还是拿佣金提成 这个都有你说的算了 当然也要跟老板这边 也要谈好 可以 因为我这边就是准备了一些 五折菌 五折菌给定气层那边 我准备的是那个清洗热水器的 五折菌 因为热水器对我来说 我比较上常 然后清洗完了之后 有些用户还可以更换美棒 这样的话 我也不是很亏北 知道吧 所以你要选择一个你上常的一个东西 然后 可能有些没说到 我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因为 时间也不早了 谢谢大家对我的